成龙、向华强同在香港电影圈,几十年从不来往 一个是功夫巨星,人缘出了名的好大哥 一个是影谈巨头,港圈内一呼百应的大哼 爱说香港不大,共同朋友也多 奇怪的是,两人别说一块合作,就连同框照片都没一张 虽说人各有志,但同行一场,双方又不差一顿饭钱 没什么心结的话,韩真不至于到这般地步 此外,成龙的铁词老大哥洪金宝与向华强也是鲜有交集 俗话说得好,百音必有果,恩怨所游来久矣 一切都要从四十年前成龙吃的一场夜宵说起 哥,我在挪威正儿过得真别去 1979年下野,某大排档,成龙拉上红金宝,边吃宵夜边诉苦 突然夜色中冲出十多号美人,将成龙和红金宝团团围住 哥哥亮出白刃,寒光逼人,成龙不由心头一震 红金宝刷得起身大喝,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领头美人叫道,龙头封尾心一安,来此只为成龙与你无关 说完笨成龙一哄而上,红金宝跟成龙使了一个眼色 跳出来抄起长凳挡在前面,与成龙背靠背,跟对方混战起来 两人且战且对,刀从讨生,惊鸿出定 成龙、红金宝一起把事情捋了个明白 肯定是罗维找的心一安人马,对成龙下手 罗维是发掘成龙的恩师,成龙还曾任罗维做义父 此前在罗维手下不温不火的成龙,被佳和借走拍了两部影片突然爆红 佳和提出高价买断成龙,罗维却死不放手,到处设讨 眼见成龙去一决,更直接找上江湖人暴力恐吓 先不说罗维,红金宝一听是心一安人马,赶紧联系向华强帮忙 说起来红金宝,向华强也算熟人 两人曾在三年前一起主演电影《猛虎斗飞龙》 都知道向华强出自心一安龙头家族 摆平老心的事情只需要向华强一句话 红金宝带着诚意满满的成龙去找向华强 谁知道向华强推说自己不是江湖人 一句话把红金宝挡在了门外 成龙和红金宝只好自己想办法 一边成龙去找拍戏认识的前辈王宇 一边红金宝去找江湖朋友马娇冯和妹头 王宇是竹联帮的资深大佬 马娇冯在港澳颇有威名 大圈本人妹头更是以彪悍之名 王宇出面,马娇冯,妹头从旁压阵 才算将罗维跟心一安的事情摆平 成龙与红金宝早年都败在金派名家 于战元门下学武 而红金宝则是成龙的大师兄 直到后来进入电影圈 而红金宝的这次救命之恩也是铭记在心 对向老板的坐视不理 甚至可能知情参与耿耿于怀 那么罗维搭上心一安 又与向华强有什么关系 成龙红金宝之前与向华强有没有什么嫌隙呢 请往下看 自与李小龙闹掰之后 罗维一直想找到替代者 重新复制甚至超越李小龙电影创造的辉煌 罗维看上了成龙 彼时成龙是一个大大咧咧 心直口快 没啥诚服的大呐海 还因古龙嘲笑他长得丑 专门把单眼皮割成双眼皮 但就是在罗维手里杂捧都不红 明明是罗维对成龙定位不准 而本身非常自负的罗维 根本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好在那时候成龙还是憨厚实诚 任打任骂 无怨无悔 罗维就是因为自己的高傲和自负 跟李小龙闹掰 李小龙跟罗维合作之后 在香港掀起功夫旋风 罗维将李小龙大哄当成是自己的功劳 在李小龙面前越来越膨胀 李小龙可不吃罗维这一套 一次便将刀架在罗维脖子上 这便是震惊港澳的李罗斗殴事件 得罪了李小龙 罗维整天过得心惊胆战 一心想要找到能抗衡李小龙的元首 万一哪天跟李小龙再闹冲突 转兵相接时不触对方 一次在饭局上 罗维认识了武打新人演员向华强 向华强从小跟从九龙城寨 第一武师席恋男少林蔡莫全 兄弟九人各个功夫了得 向华盛涵曾在媒体前说李小龙功夫不过如此 罗维将自己的担忧说给向华强后 对方笑笑说自己不是江湖人 不过转身将罗维介绍给一帮心意安舒服 向华强虽说不是江湖人 却也不处任何江湖人 也没江湖人敢随便动像是兄弟 此外向华强还与李小龙有一些奇妙的重合 向华强出道那年 李小龙意外去世 而向华强与李小龙爱上了同一位女星丁佩 当年的丁佩眉眼出处 鼻唇玲珑 丰满窈窕 浪漫热情 堪称风华绝代 不过李小龙终究与丁佩有缘无分 最后向华强抱得美人归 虽然这并不代表向华强与李小龙有什么关联 不过李小龙离开之后 许多原来跟李小龙的武师武行 加入了成龙的成家班和红金宝的红家班 1979年成龙夜宵遇袭之后 成龙向华强相继走入不同人身 有关两人的话题发生过几次风波 也有过合作的机会 不过从来没有握手 专业时间到了1992年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 让成龙向华强之间再度擦旗火花 92年1月 加油喜事拷贝被抢 江湖势力影响电影圈的话题 再度被艺人们提起 成龙 梅艳芳等人发起反黑大游行 成龙嘴巴本来就很大 梅艳芳担心届时成龙会多说话 事前专门通知大家不要提 相家和新一安 成龙也许依然对13年前夜宵遇袭耿耿于怀 跟记者说了一些有关新一安的事情 据称像是兄弟知道后很不开心 接下来便有了梅艳芳生日会事件 在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扬 有说梅艳芳生日 成龙迟到一小时 向老板朝他泼了酒 并罚贵一小时 这件事是真是假 无从考证 不过成龙确实出过千万赏金打击黑势力 成龙也帮过某张性歌手处理江湖纠纷 当时有新一安弯仔之虎成药心卷入 而后来成龙在港拍摄某好莱坞影片 曾宣称收到新一安成员收拖地费 成龙当然有机会跟向华强合作 也许向华强内心也不愿错过这位功夫巨星 向华盛直言 一生做电影成败 最后归结到一点 就是明星为我所用 有了明星 票房赚钱根本不在话下 离开佳合后 成龙选择了杨寿城 进居内地时 成龙选择了齐建宏 并因此先后成就了英皇和要来文化 也许是成龙向华强性格不和 向华强有老板包袱 更喜欢刘德华 周如发等这些一心演戏的米星 而成龙是以兄弟合作伙伴的形象 出现在杨寿城和齐建宏身边 并经常以监制出品人的身份 深度参与电影制作 即使没有40年前的故事 两人也走不到一条道上 2014年 成龙在出席某影片发布会时 曾公开澄清当年梅艳芳生日会 法贵式谣言 2018年 向华强的御用编剧《古德昭》 又在电影《卧底巨星》内涵了成龙一把 陈奕迅主演的《原报》影射某功夫巨星 用替身 除了成龙基本与向老板无交集外 红金宝与向老板也是圣上合作 不过红金宝还是带着儿子出现在了向华强70岁生日宴上 也许成龙向华强都有意跟彼此和解 只是成龙现在确实工作太忙 抽不开时间 给他们评论了 解论了